大家好 相信很多花有羊的绣球花 现在还是开花非常鲜艳的一个状态 那么相信也有花有的绣球花 已经开始开败了 就像我这一颗样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给它进行一致修剪 那么这一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修剪才能让它 接下来生长得更加好 像这个时候我们修剪绣球花的话 一般我们都是清剪 正常来说就是把花瓣以下的一对叶片 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保留这一对正常的叶片 像这一种我们也给它剪掉 要抵下这一对正常的叶片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一种叶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一般正常来说像这一种就是太阳过大 造成叶片被太阳抓伤 所以修剪花它是一种喜应的花卉 我们在平时养护的时候 大家尽可能不要把它放到太阳直视的地方 尤其是中午这段时间 如果说我们早上的时候给它晒个把小时 然后下午的时候给它晒个把小时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担心 它这个叶片枯萎掉就没事了 下一年它就会长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修剪的话一定要清剪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它会继续的长一些新芽出来 我们一定要保持15天给它使用一次淡肥 最好是兑水7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施肥它的肥效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好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种复合肥 撒一点在这个土壤的表面就可以了 那么它会进入快速生长期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绣球花开完花之后 我们用它正确修剪 正确养护 这样它长得更加的旺盛 我们下一期再见